大家好,我是老博士 今天是美东时间的2020年8月3号 上午的8点整 那么今天给大家录一段视频 讲一讲Plus项目方 为啥开始搬砖LinkB 希望大家喜欢 那么在开始之前还是做个免责声明 本人在YouTube社区发表的 所有的资料言论仅代表个人观点 不过承认和投资或者法律建议 投资有风险,录事需谨慎 金融投资技巧是综合数字的体现 需要长时间的经验积累 不要相信一夜暴富 好,我们先看看新闻 国外的币圈媒体CoinTelegram报道 在美国参议院关于数字货币的利弊以后 我们将如何处理 加密货币行业拥有将其关于 加密货币以及声誉的论述 转换成成功的创新技术领域的最佳时刻 这里说的是Covid-19大流行 无一加速了全球经济的数字化 开启了关于数字金融服务的未来 以及我们的经济 是否提倡将比特币和其他的数字资产 纳入金融的讨论 上个月,美国的参议院银行 住房城市和事务委员会 举行了名为货币和支付数字化的虚拟会议 对话主要为了稳定币 以及我们的经济是否准备好了 使用美国中央银行的数字货币 那么这个就是说 美国的数字货币 也就是数字美元 也正在讨论 也有可能已经开始研发了 那这个当然是个好事情 说明全世界都比较重视数字货币 那我们希望咱们中国的DCEP 能够更快的出来 好,再看看这个bitcom.com的新闻 这个俄罗斯 普京签署了赋予俄罗斯加密货币合法地位的法律 俄罗斯的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已经将俄罗斯监管加密货币的法案 签署为法律 那么新的法律赋予加密货币法律地位 但是禁止将其用作支付的手段 那么这个对我们是个利好的消息 那么开网以后 我们可以去俄罗斯推广DCEP 还有比特币 因为比特币在俄罗斯已经是合法 当然它的法律生效的时间 是2021年的1月1号 那么以后去俄罗斯买卖比特币 也就是合法的了 但是目前来讲还没有完全合法 也就是说禁止其将作为支付手段 也就是说你不能用比特币去购买商品或者服务 但是比特币本身是合法的 但是不能用于购买 只能用于交易 好,我们再看看 那么中国也是一样的 中国这里说的是中国从未禁止将比特币作为商品使用 北京仲裁委员会解释 那么中国跟俄罗斯的态度是一样的 那么北京仲裁委员会发表的一篇文章 澄清了中国从未禁止使用比特币作为商品 他解释说中国当局对控制比特币的态度涉及到三个方面 那么中国这里说的是中国承认比特币为商品 那么北京仲裁委员会周四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比特币法律性质的文章 总部为北京的独立非盈利机构提供仲裁调解和其他争议解决机制的服务 那么这个就是说还是说不是特别的清晰 但是目前总的来讲 比特币作为一个商品是已经得到了法律的承认 但是目前来讲买卖比特币本身在中国还没有完全合法 但是我想随着DCEP的推出 这个法律也会慢慢的跟进 好这里一个篇文章说 特朗普为何禁止TikTok可能是比特币价格上涨的福音 那么特朗普的TikTok禁令可能会看到八千万人涌向加密货币 那么这对于比特币的价格和整个加密货币领域来说 是个好消息 好这里又说到中国中央银行的前执行官推数字货币 那么前中国银行的副行长表示 数字货币可以替代流通现金 那么这个也是个好的消息 好我们看看环球时报的英文版 环球时报是中国的一个相当于官方的媒体 那么它的英文版有很多的消息是非常值得参考的 那么环球时报在8月2号的时候发一篇文章 说的是前中国银行家敦促数字货币取代所有货币 那么中国金融行业有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士在周末表示 数字货币应该尽可能的去替代所有的货币 以支持深刻的货币运营改革 那么这个就说得非常的好 然后他这里文章里面有提到 在DCEP的支持下 货币政策的数字升级将避免该国陷入流动性的陷阱 从而提高反周期微调的有效性 经济学家评论说 此外DCEP促进了以人民币计价的电子货币区的建立 从而减少了外部政策的干预并保持了政策的独立性 那么这个曹先生表示 赞同央行采取分阶段的方法 最初在某些用户场景和特定程式中 试运行DCEP的做法 并指出早些时候通过将DCEP设置为支付宝和支付宝中的一种支付渠道 可以以支付宝和微信合作 那么这里也说了很清楚 那么环球时报也说了将来DCEP会以支付宝和微信合作 那么我们从各方面的渠道的了解的信息 就是说 那么这是最后一个阶段 等DCEP进行了应用测试 也就是DD什么美团 等这些测试完了以后 就会进入最后一个阶段 那么最后一个阶段 就是DCEP会对接微信跟支付宝 那也会对接Plus Token 那么这个等对接成功了 就会DCEP正式发行以后 那么微信跟支付宝还有Plus Token钱包 就会有DCEP就可以开网了 好这里国际金融时报也报道 中国的DCEP有望成为经济内循环的未来加速器 那么国际金融报进入了开论文章 DCEP经济内循环的未来加速器 这里说的是 疫情时代的全球货币政策 也就陷入了多重困境 如何加力支撑内循环成为各国的难题 那么中国DCEP 也就是央行的数据货币的项目的发展 有望从新角度解决解题制药 那么这个说的是很好的 好 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是 这个Plus项目方为啥开始搬钻Link币 那么什么叫Link代币呢 Link币给大家讲讲背景知识 Link币是一个网络叫ChainLink的组网的资产 那么该令牌是用于支付节点运营商的服务费用 它的核心功能是桥接链上和链下的环境 以便成功的运行链接到现实世界中的 完全去中心化的智能合约 那么怎么样来理解这个东西呢 你可以看这张图 这个现实世界中的东西呢 跟比特币呢 以太坊呢 这种东西呢 是不能完全接轨的 比如说美元英镑 人民币 你没有办法呢 直接的跟这个 跟这个比特币去兑换 对吧 那么你必须呢 它这里提供了一个方案呢 就是说用这个ChainLink这个网络 使现实世界中的货币跟这个加密货币 能够通过它能够对接能够交易 所以它是一个比较有用的一个东西 那么这个LinkLink牌呢 是基以太坊的ERC677的标准来创立的 那我们大部分的币呢 以太坊的开发的币呢 或者链呢 就是说是在ERC20的标准下 比如说我们的Plus Token 还有这个USDT等等等等 大部分都是ERC20 那么这个Link呢 它是基于一个新的版本和新的标准 那么这个标准的名字呢 叫做ERC677 那么这个新的跟老的币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除了包含老的的所有的优点 还有一个多了 就是一个转移和呼叫的功能 那么这个功能呢 使这个Link牌呢 可以包含数据的有效载荷 节点的操作员呢 可以利用该数据有效的载荷 来检验智能合约的数据 这个说的就比较专业了 大家就不用太关心这些东西 如果你特别想了解 你可以自己去查一查 那不管怎么说 那么随着这个ChainLink的网络的发展呢 这个Link币的需求呢和价格呢也随之增加 那么你要赚钱呢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就是囤币 那么就是购买并且持有该种代币 就是Link币 然后就等待着其升值 这个是普通人的一个投资方案 这最简单方便 那么第二种赚钱的方式呢 就是成为服务提供商 那么也就 那么也就是说你可以成为节点的运营商 支付的提供商或者数据的提供商 是加入他的这个网络和服务 那么你如果当成为他的节点的运营商以后呢 你就可以获取Link币 并将其转化成法定货币 那换句话说 你如果成为他的节点运营商 或者支付提供商 或者数据提供商 那么你就可以得到这个Link币 那么你得到这个Link币以后呢 你可以通过交易所把它换成法定货币 比如说美元人民币等等 那么你也可以赚钱 所以基本上呢 就是这两种赚钱的方式 那么作为我们普通人来讲呢 肯定就是买币囤币 另外呢 任何可以处理这个ERC R10的这个钱包呢 都可以支持Link币 比如说这个Leader的硬件钱包 这是用的最多的一个冷钱包 那么他也可以支持这种代币 那么这个Link币呢 发行时间呢 是2017年的9月21号 也算是比较新的一个币种 那么流通量呢 现在是3亿5000个 那么总的量呢 是10亿个 那么这10亿个币呢 会慢慢的释放出来 如果你想购买Link币呢 你可以去币安交易所买 当然可能也有别的小的交易所 也可以购买 就是这个Link币 也是一个比较靠谱的一个币种 不是那个什么山寨币呀 空气币呀 不是啊 他这个币呢 确实是在币圈呢 是比较靠谱的一个币种 好我们看看这个ChainLink的全球合作关系 那么绝大多数的区块链专注于营销 但是这个ChainLink呢 采用不同的增长方式 他们没有大力推动 而是致力于建立伙伴关系 那么其中一个著名的呢 就是以SWIFT的合作 那我们知道这个SWIFT是全球金融 金融网络中的巨头 那美国呢 要用美元来制裁别的国家呢 都是通过这个SWIFT的系统 那么美国呢 可以禁止那个他想制裁的国家使用SWIFT 那么ChainLink呢 正在帮助SWIFT建造SWIFT Smart Oracle 那么这个呢 可能将来会导致以ChainLink这个网络来集成 那么这个如果一旦成功的话 那个SWIFT就很厉害了 那么SWIFT它 我们知道它是最早是叫电报系统 就是发电报的方式来完成交易 最老的这种方案 但是它如果SWIFT它如果升级 通过跟这个ChainLink来合作 那么SWIFT呢 就可以用过通过ChainLink这种方式 还有它的数据库 Oracle数据库来进行区块链的转账 那么它的完成时间呢就很快 就跟咱们用比特币交易一样 就不用等几天才能到账 就等十来分钟就可以到账了 所以这个SWIFT它也在升级 不要以为它就永远是落后的代表 那么它通过跟ChainLink来合作 将来的发展前景是不可限量的 那么可以肯定的说 它的Oracle网络是目前该领域中最佳的网络之一 那么Oracle呢是一个美国公司叫甲骨文 它创立的哈 那么这个美国的公司甲骨文呢 决定使用该技术以及自己的甲骨文区块链 为20家初创企业开发新的解决方案 那么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这样呢就是这个ChainLink成为现实世界中 不积以支付的少数几个区块链的项目之一 那么ChainLink的其他的合作伙伴 除了这个甲骨文还有这个Swift系统以外 还挖过谷歌的Cloud 谷歌的云计算 还有DApp 还有IOST 还有Streamer OpenZeppelin Ocean Protocol等等公司 所以ChainLink的它的发展趋势呢 还是比较看好的 那么ChainLink在亚洲呢 也是增长很快 2019年ChainLink前往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多个城市来推广智能合约 为了在亚洲扩展ChainLink的生态系统 该团队继续增加项目集成 接连运营商、数据开发商等等 所以呢这个ChainLink这个项目呢 还是比较靠谱的一个项目 它的发展前景呢还是不错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数据 我们知道这个前段时间呢 这个电报群里面有一个 这个声称是Plus客服的Corker 那么它呢就要求大家 Plus用户往这个网站 往这个地址转币 转150个USDT 那么昨天呢就发现 这个币上的这个USDT全部被转走了 现在它上面的这个代币是零 看到没有 那么所有的USDT 都有16681个 全部被转走了 转到了一个合约地址 看这里是合约 Linux4EF8D 那么我们查一查这个地址呢 当然也是Plus的项目方的地址 我们看看它上面有没有这个Link 我们发现了这个地址 Linux4EF8D14 这个地址上呢果然有我们刚刚说的叫Chainlink Token 上面有189个 那么我们看看它的交易记录 17小时以前 13个小时以前 你看 有进有出 你看进来406个 出去405个 那么这里进来2412个 出去2406个 你看见没有 当然下面还有 总共有916笔交易 那么你看每一笔交易都是在搬砖套利 那么这个地址呢 这个Plus项目方的地址呢 是一个中转的地址 也就是说 这个Link这个币呢 它是通过这个地址在中转 不停的在各个地方来交易 来搬砖套利 看见没有 这第一笔是406个 第二笔是2412个 看到了吧 所以呢我们就证明了 这个地址上确实是有Link这个币 叫Chainlink Token 那么它这有个官网 那么这个上面呢 这个Link的币呢 总共在以太坊的主网上发行 是10亿个 那么现在有多少用户呢 有179,722个地址 179,722个 说明还是相对比较活跃的地址 那么我相信它这个币的发展前景以后 也是不错的 因为它跟了Swift 还有美国的甲骨文公司合作 所以这个币呢 适合长期持有 那Plus呢 也在套 也在搬砖套利这个币种 基本上可以认为说 你只要这个币种被Plus Token 所选中来搬砖套利 那这个币种呢 基本上还是比较靠谱的币种 好 这个是它的官网 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下 它的名字叫做链环 这个项目叫链环的 它是智能合约的项目 它是以智能合约的方式 连接到现实世界的数据 事件和付款 那么这个Chainlink网络呢 中文叫链环 它是为任何区块链上的复杂智能合约 提供可靠的防创改的输入和输出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区块链项目 好 我们看看它的排行榜 它在全球的币里面的排行 它有个网站叫做CoinMarketCap 这是全球最著名的 就是各个币种的排名和交易的网站 那么这个Chainlink就是link币呢 排到了全球第11名 排名非常靠前 那么它现在的币价呢 是57人民币 那么我相信以后 几年以后 它这个币价肯定会大涨 好 那么这张图呢 是这个CoinMarketCap网站的排行榜 那么市值前100名的币里面呢 第一名是比特币 第二个是以太坊 第三个是瑞波币 第四个是USDT 第五个是比特币现金 第六个是BSV 第七个是莱特币 第八个是叫什么Kanado 这个不了解 第九个是叫Cript.com 第十个是币安的平台币 那么第十一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Chainlink 说明它还是比较主流的一个币种 我们刚刚有讲的Plus Token呢 也是用它来搬赚利 好我们再看看这个币世界的报道 同样咱们的Plus Token呢 也是非常的活跃 你看这里有1890万枚USDT转入币安 这个也是咱们这个Plus的币种 好那么我们币我们币世界又有一个消息 说Coinbase呢 就是美国最大的交易平台Coinbase 暴露了推特的黑客身份 那么FBI呢 他披露了推特黑客事件的侦破的细节 那么Coinbase的注册信息 就暴露了黑客的身份 所以你想当黑客呢 你最好不要在Coinbase上来注册 因为Coinbase上面有一个实名注册 有个实名认证 如果你在上面有开设账户 然后呢 那么警方或者美国警方 或者美国的FBI 那么通过他就可以找到你的真实身份 所以他当黑客呢就很不专业 黑客呢 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好我们再看看这里写了 这里黑客呢 他的策划者Granpan又有价值300万美元的比特币 那么这个黑客呢年纪非常轻 只有17岁 那么就有了300万美元的比特币 那么这个人呢很厉害 那么现在还不清楚的是说 这个人跟Plus Token有什么关系 那么为什么留着是Plus Token的地址 让别人往他打币 这个还要继续观察一下 好同样我们看到咱们Plus的币又在动 有一千枚的比特币转入OK交易所 看到了吧 非常多 好那么这里写的是FBI呢 披露了推特黑客的侦破细节 那么美国的FBI呢 他是通过了这个黑客 通过他的钓鱼地址 追到了加密货币的交易所 那么两名黑客呢 一个叫Nima 一个叫Messon 使用了真实的驾照的信息 注册并验证了CoinPay的账户 而且他在攻击的时候呢 还是使用了自己家里的IP地址 那么这样呢 就是调查人员很容易追踪到其的位置 那么这个是很不专业的行为 那么网络安全专家说 黑客的工作相当的马虎 那么美国的司法部呢 本周五也宣布 三名涉及参与著名的交易平台 推特的这个大规模背道事件的黑客 叫Messon Nima和Granham已经被起诉了 那么面临的是至少 我估计得十年以上的监禁 觉得非常的不值得 做这些事情 但是我们目前还不知道 为什么用Plus的地址 好 我们看到 另外有1900万枚的USDT 转入币安 好 那么我们的今天呢 分享就到这里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咱们的Plus Token非常的活跃 每天都在大规模的搬砖 而且还用了一个新的币种 我们今天突然发现了 叫做LinkB 所以我们Plus是非常的健康 而且是不断的用各种币种在搬砖 而且是不断的用大的USDT和比特币在搬砖 所以大家放心 咱们Plus Token都非常好 完全不受判决的影响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是劳博士